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腾讯的一个人脸修复的技术 这个修复技术的效果呢 是非常棒的 在这个技术里边呢 其实它不只是一种一个任务啊 它有三个任务 这三个任务呢 分别是人脸修复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两个例子 左侧呢是原始的人脸 然后右侧呢是修复好的人脸 那我们会发现清晰度呢 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那同样这个也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呢 其实是修复加上色 那我们在修复这个图像的时候呢 同时会给这个图像进行上色 大家看到这个效果呢也是不错的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可以进行inpenting 就是我们说的局部绘制 局部绘制呢 可能给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啊 它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要对这个模板指定的那个区域进行修复 而其他的呢不修复 而这儿的inpenting呢 主要是为了去除遮挡物啊 比方说在视频里边的字幕 或者是遮挡住人脸的东西啊 我们可以把它去除掉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下边呢都有字幕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蒙版的形式啊 把这个字幕给它选中 然后就可以把它去除掉 同时呢去修复人脸或者是上色 而这个呢不能叫字幕啊 就是上面有一段文字 那同样我们可以用蒙版把它给画出来 然后呢进行修复和上色 所以说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我们可以放大 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个效果 对这是字幕 这是蒙版 在修复的同时 去除遮挡物啊 这是inpenting的作用 那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技术的一些主要的功能啊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读一下这篇论文 那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篇论文啊 或者说这个技术 它的一些创新点 首先呢 它是一个多任务的工作流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模型里边呢 集成三个任务 而这三个任务的话呢 我们会用一种向量化的表示 我们会用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里边有三个元素 每个元素的曲值呢 就是零和一 那你去看原始论文 可能能看到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找一下 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数值 代表着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比方说零的话呢 就是人脸修复 一的话呢 就是上色 二的话呢 是inpenting 或者叫修正遮挡物 然后进行组合呢 就可以进行不同任务的一个组合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所有的设定的话呢 都是靠同一个模型来完成的 也就是说这个模型呢 它是可以同时做这些任务的 而并不是说我们通过不同的工作流 来做这个不同的任务 所以说呢 是集成多个任务到同一个模型里边 这是这个模型啊 它比较突出的一个点 那另外一个创新点呢 其实是公用了人脸的鲜艳信息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三个任务 放在同一个模型里边去做 因为它的信息是共享的 比方说呢 你要修复人脸 可能跟这个 去除遮挡物 包括上色 是共享一些鲜艳信息的 最直接的鲜艳信息 就大家比较熟悉的人脸的关键点 那这里边用的是 68个关键点的这种人脸分析模型 然后呢 可以啊 共享这种啊 叫鲜艳的这个人脸信息 另外的话 它可以保证生成视频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因为呢 它生成的方法是先生成第一针 然后呢 再去生成后面的针 而所有后面针的生成呢 都是以第一针指导来生成的啊 所以说呢 可以防止针的突变 就是针突然产生跳跃 或者产生变色这种情况 那这就是这个论文的一些基本的创新点 我们从宏观上的大致给大家描述一下 好 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用它 要用它的话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扩扎 叫Confi-SVF2 这个就是安装的比较简单 我们看一下步骤 首先第一步 我们会用Git克隆 把整个的这个repo 就这个仓库给的克隆下来 完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进到这个安装目录里边 然后来安装一下这个requirement 这我们用到的就是Python的Pyp程序 那同样为了方便国内比较好的应用这个网络环境 那我这用的就是清华的Pyp的源 安装的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们把所有的依赖包呢 给它安装好 下边呢 就是下载模型 下载模型呢 我们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谷歌的网盘 把相应的这个模型给它下载下来 你要注意它所有的模型的分散在这样两个文件夹里边 大家呢只要把这个文件夹里边内容全部给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呢 按照这个目录结构放到我们的models目录里边的svfr里边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confi里边有一models目录啊 然后呢我们找到svfr 然后把这几个放过来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们需要下载一个svd模型 这个svd呢 可能大家很长时间不用了 那腾讯呢 非常喜欢用这个模型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1.0的 也可以用1.1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getclon 或者是包包脸的cli的客户端下载就行 那完了之后呢 我们其实是得到了整个的这个svd 包包脸上的仓库 放在哪这个随便 而且我提醒你啊 有很多人呢 这个应该是下好了的 如果你之前用confi 其实呢 你应该是下过这个模型的 那我这儿是放在diffuser下边了 在models里边 我们可以找到啊 diffuser 那这就是整个这个目录结构 所以说你在之前呢 可以搜一下img2vid啊 看一下你的机器上有没有 有就行了啊 放在哪都行 因为我们在真正用这个节点的时候 是要填它的绝对目录的 那一旦这个完了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工作流 来验证一下这个人脸的修复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的一个基本的状态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最主要的就是人脸的修复 这个呢 就是这个工作流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那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需要来上传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大家可以在它的扩展包里边 然后有一个assert 然后这里边呢 有视频和mask 那你看有三个视频 因为你要自己去找一个不带颜色的视频 这个不太容易找啊 所以说呢 你可以直接用它的 那我就是用了这个视频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ydoinfo 来得到它原视频的FPS 这个主要是为了让生成的视频 和原视频的这个真频是一样的啊 然后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就是这个SVFR的sample 这里边的话呢 其实我们主要设定的有这样几个值啊 第一个就是整个这个视频的大小 注意啊 我现在用的是256和256 这个主要是为了让它采样的速度更快 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采样的部数 它的论文上是要求50部 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最起码呢 也应该是20部啊 因为50部采样 其实速度很慢 所以说我这用的是20部采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视频 做一个基础的修复 大家注意啊 由于这个分辨率不高 就256乘256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呢 也不是特别的好 另外你要注意啊 就是我现在是拿了24帧 也没有拿过多的这个帧数 来进行修复 主要也是考虑到速度问题 你在用的时候 最少也得是24帧 而如果再少的话 它就会报错 或者说没有修复的效果 所以说呢 所以说这样 你就不能再少了啊 最起码得是24帧 另外你要注意啊 在这有一mask 这个mask呢 我们是在执行不同任务的时候 有的会用到mask 那谁会用到呢 你要注意 在这有一个infermode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 它是一个多任务模型 这个任务有很多 比方说有人脸修复 有上色 有这个遮挡物的移除 还有修复加上色 修复上色加遮挡物的移除 只有用到inpenting的时候 才会用到mask 别的地方是用不到的 所以说 这儿我如果直接用 人脸的修复 是用不到这个mask的啊 另外就是在这儿这个model呢 我们也会用到它的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需要指定svd的目录 这个就是刚才你下载的那个svd的目录 你把绝对的路径粘在这儿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从网盘上下载的那几个模型 它可选项呢 就只有一个啊 就选择就可以了 这个选fp16 这儿我有一个清楚显存的节点 这个要不要都行啊 那我就放在这儿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你要注意啊 现在运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早的一个 大概呢是28秒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14帧的视频给它修复起来 当然效果不是特别好 因为呢 这儿是256 所以说这个效果注定不会特别好啊 然后下面你可以调高这个 不能随便写 你可以往后翻 可以到320 可以到384 可以到448 可以到512 就是这样 一旦增加你那个运行的时间呢 就变得越来越长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的第二个尝试 那我的第二个尝试呢 其实是将这个分辨率调成了384 同样是20部采样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后修复出来 和这个原来的视频你可以对比一下 清楚很多 但是速度呢也会变得慢很多 你看这个就用了多少啊 看一下这个就用了46.9秒 这是384的 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 我下一个尝试呢 其实是将这个分辨率调成了448 这个时候效果就很明显了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当然呢 时间也就更长了 这儿呢我大概用了105秒 多了一倍还多啊 然后下一个尝试 就越来越接近它论文的这个设置 那在这个尝试里边呢 我直接用了512乘512 而且是20部采样 那这个效果呢 当然就会更好啊 但时间呢也会更长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就用到了649秒 然后就是和论文一模一样的设置 512乘512 然后这儿我用了50部采样 我大概用了900多秒 才把这个视频给它修复完成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修复的效果 就和论文里边设定的呢 是一模一样的了 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呢大家在速度和质量上呢 可以稍微有一个选择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人物 人脸的修复 好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个人物 第二个人物叫上色 我们不修光上色啊 这儿我用384的分辨率给大家测试了一下 20部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色的效果 也是非常棒的 对吧 时间用的也比较短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儿用了44.39秒 那同样是384乘384的分辨率 所以20部彩样 现在我选用的任务是人脸修复加上色 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啊 我们对比一下 人脸的质量很高 上色呢也是比较自然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和这个局部绘制相关的人物 也就是修改遮挡物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视频里边呢 我们这儿有一个字幕比较碍眼 我们想把它修复掉 这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图片啊 黑白图片 白色的呢 表示遮罩遮住的部分 黑色代表未遮住的部分 当然我这儿就是把字幕给它遮住 你注意啊 在跑这个工作流的时候 这儿只能选512 别的分辨率呢会报错 这儿呢 我同样采用了20部彩样 那为了让整个的mask符合我们原图的话呢 我把它resize了一下 给它转成了512乘512 注意这个节点呢 现在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其实是将这个图片给它调整成我们需要的大小 就是resize的这个功能 第二个是把它从一个图片转成一个mask 这儿我选的这个infer mode 就是任务呢 就是修改遮挡物 或者叫去除遮挡物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这个字幕就没有了 修复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看最后一个任务 最后一个任务呢 我们仅仅是把这个选成了人脸修复 加上上色 再加上去除遮挡物 同样我采用的是512乘512的分辨率 20不采样 那我们看最终的效果 很明显 对吧 注意啊 我现在跑的一个都是打了折扣的 按道理来讲呢 你这儿应该是50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50用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所以说仅仅是20不采样 一个用了600多秒 一个用了700多秒 所以说这个模型跑起来呢 速度不快啊 那我们修复之后的效果呢 也是非常直接的 不管是上色 还是人脸修复 还是去除遮挡物 我觉得呢 比其他的这个人脸修复模型呢 量都是要好很多的 好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感谢观看